晚间7点33分 明亮的灯光照着松山机场跑道 这架印着美国国旗的行政专机 载着9位美国议员浩浩道道抵台 专机缓缓滑进松脂步大屏 率团的是他 美国众议员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 外交部北美司副市长马博元亲自接待 包括罗杰斯在内一共9名美国议员访台 罗杰斯更是对两岸议题高度关注 罗杰斯重视台湾安全 跟他同行的还有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民主党首席议员史密斯 与罗杰斯都是国会台湾连线成员 而海权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科特尼 以及军委会战备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加拉曼蒂 都是大咖中的大咖 另外五位联邦众议员包括德田 饶泽 帕尔玛 莫伊兰以及米尔斯 各个大有来头 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 总统28号下午亲自接见访问团 而外交部长吴钊燮也会亲自接待 在台期间访团也将安排 与台湾不同领域的资深领袖会面 讨论相关安全议题 台美贸易与投资 有关台美双方利益的重要议题 这个号称近年来最大议员团 来台关注美台发展以及台湾安全 也让台美关系再进化 三天新闻SNG小组台北超好道